大家好我叫小轩 这期影片我们来聊聊抑惑的消息 主要和大家分享两个抑惑商城的信息和近期消息 比如试点抑惑场景的一些问题 来购买商城为什么启动分批试点抑惑 而不是大规模抑惑呢 天价抑惑是否能够如愿 商家是否可以承受 帕有说帕恋商城的网页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高中的作品 甚至开个博客都可以做得比他们专业 然后如何跟帕恋商城商品的卖家联系 帕恋商城什么时候支持跨境交易 那影片和往常一样 影片里会提出我个人的看法和观点 在影片开始之前 老观众可以先点一个赞吗 新的观众朋友如果觉得 今天的分享有帮到你的话 就一定要记得点赞 还有订阅打开小铃铛 OK我们进入今天的重点吧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 来购买这个异货商城 来购买商城全球第一轮 试点异货的商家们已经发货中阶段 很多买家也收到了商品 并分享了买家秀 然后来购买商城也在前天8月29日 正式启动第二轮试点异货 目前第一轮试点异货和第二轮试点异货 都已有序开展 商家也正在发货中 来购买商城第三轮试点异货 将会继续进行 那么第一轮试点异货和第二轮试点异货 已经结束了 所以很多派有可能会提问 试点异货怎么样了 能发现什么存在问题 项目方知道试点异货吗 首先来购买 为什么启动分批试点异货 而不是大规模异货呢 那么分批试点异货是来购买商城 作为全球首家异货商城开业的首创模式 分批试点异货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平台商家和买家三方都可以通过多轮试点异货总结经验 包括如何发货 如何退货 如何下单 三方都是需要真正实战才能学习和成长 如果一开始就是大规模异货模式 可能就会乱成一团糟 所以来购买商城才启动分批试点异货 而且在未来 很多商城在封闭式网络阶段都可能会跟随这样的模式 第二个问题 如何解决一个派有一个派币就能秒空一座商城 一开始如果是大规模异货 是很容易会出现早期通过KYC的派友们蹲点秒空商品的情况 那来购买说在试点营业期间就真正发现了这一点 因为很多早期通过认证的派友都很聪明 他们会蹲点抢购扫货 通过在每个商家都拍下一件商品甚至多件商品进行抢购 来购买商城首创的分批试点异货 每一个商家都是必须经过商务亲自审核登记 并且商家每次限量发售 派友真实购买 商家真实发货 平台除了规定一人多拍式不被允许之外 派友在每个商家拍一件商品都是买家正常操作 商家是不能不发货的 可是商家现阶段能提供的商品一定是都是限量销售的 比如说几十件几百件这样子 然后封闭式网络阶段是只能兑换食物 还无法真正流通 加上商家们几乎全部都是没通过KYC 所以需要足够信赖商城 把收益都是托管在商城中 商家们现阶段拿出商品兑换绝对是真正的赋能 同时也是抢先机 等到即将真正全流通时候 商家们恐怕要提供好几倍商品 才能兑换到更多怕收益 第三天价异货是否能够如愿 商家是否可以承受 天价异货能否如愿 市场会在所有异货商城开业的15天内 告诉你真正的答案 我们只需要拭目以待 商家是否可以承受天价 也是市场会告诉我们答案 任何平台方如果是弄虚作假 终归会被市场所吊打 无论是什么价格 都是要符合基本金融逻辑的 商家如果提供1000件商品 都不够0.01手续费 而且还要亏几万元给你 各位商家你能接受吗 这里用试点异货的真实案例 给大家说明 派油只是需要一个派余额 就可以买光一座标价 0.0000123的一货商城 只要是价格越高 就越少商家能够承受 无论商城前期为了博眼球 发布多少个假商品 除非一直不开业 一直不给派油下单 否则都可能出现 派油被蹲点抢购秒光的情况 有人可能会说 那就限购啊 通过规则限制限售是 只能限售一人在一家店铺买一件 但是不能违背正规购买逻辑 它还有在多家店铺各购买一件的 这是被允许的 这一点来购库 买商城早就预料到 来购库买商城开业 就是启动分批试点一货 并且每一次一货时间 是提前发公告 但是一货准确时间 是会错峰隔开 就是避免早期先锋 蹲点秒货 尽可能的让更多先锋 也有一货的机会 不至于一个先锋 一个余额 秒光所有商品 这也是来购库买商城 启动分批试点一货的原因之一 小轩我相信 很多派有可能会说 怕官方知道试点一货的一些情况吗 来购库买商城 是怕官方监管的获奖生态商城 在来购库买开业之前 都是提前申报 并获得怕官方允许 当来购库买结束第一轮 试点 他们就已经把试点一货 遇到的问题 和疑惑数据 以及社区乱象 反馈给怕官方 并且得到了怕官方的认可和回答 尤其是特殊地区 通过KYC的人数 很少的问题来购库买 也向怕官方反馈了 怕官方回复 是大规模认证已在进行 同时天价意货问题也反馈 官方项目方也表态 封闭式阶段是零价值 我们知道这种疯狂的价格 是不可能会实现的 市场最终会让他们回归平静 然后我们都知道 在前几天 怕链商城生态意货商城 正式开业了 不过仅仅开业一个小时 中途突然暂停 并发布了遭受黑客攻击 维护公告 其实无论在什么行业 都会经常发生 一些高度关注的手码项目 或者其他项目开盘日 由于全球巨大访问量 项目方没做好足够准备 或者技术因素等原因 也是经常出现当天开业 当天停业的尴尬情况 更何况 PiNetwork项目是全球千万级别的关注量和访问量 需要足够技术才能支撑起来 别说是超级超级普通的生态开发者 就连斯坦福尼古拉斯博士团队也出现过无数次维护进不去的情况 所以为了避免同类问题可能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来购库买商城团队高度重视 所以在8月26日进行了全城不关战的升级扩容 为了应对未来更大流量访问 来购库买商城对服务器和数据进行了6个专项优化 目前已经升级完毕 来购库买官方也做好充分预备 应对未来一切可能发生的不可预料事件 总之 凡事开头难 Pi我们应该学会包容 因为每个生态开发者都在烧钱赋能 都不容易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PiNet商城 我们现在进入到PiNet商城的网站 这是PiNet商城网站的网址 小轩我已经将商城网站的链接贴在影片的描述栏 大家如果想要去浏览的话 可以点击链接哦 那当我们进入了这个网站之后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登录并连接我们的Pi账号 点击我的 然后应该会弹出一个用户协议 大家可以阅读后再点击确认 可是小轩我每次都不会去阅读用户协议 我会直接点击确认 确认之后我们就登录连接我们的Pi账号 点击这里可以切换语言 小轩我住在马来西亚 所以我会将所在地切换去马来西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Pi链商城的商品 那可以看到商城的所有商品都做的比较多 品类是比较丰富 然后也比来购酷买的商品更多 价格也更加便宜 就是说它对标Pi币的价格更高 对于商品来讲的话 这个商品就卖的很便宜 那么可以看得出有些商品对标的价格是314159 虽然现在的价格对标是314159 可是有些Pi有购买过 发现购买的时候提交不上 那么小轩我之前锁满了三年 目前没有可用Pi币去抑货 所以不知道这个是个体的原因 还是大多数的人都有这样的情况 然后我们仔细看这些商品的图片的话 Pi链商城商品的每个图片上传的用户界面都做得不好 这些商品的图片上传之后都是有变形的 而且商城的用户界面也确实做得不太好 有Pi有说Pi链商城的网页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高中的作品 开个博客都可以做得比他们专业 其实小轩我个人也是这样认为的 不过Pi链官方的说法是 由于封闭的主网禁止兑换法币 卖家资金周转困难 这种情况不适合开放专业版商城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Pi链商城 亦或市场并不是专业版的商城 专业版将在后期发布 如果我们继续地往下看的话 每个图片都有变形的 在后期Pi链官方肯定要对这个网站进行再次的优化 因为如果像这样的一个网站 看起来是非常不好看的 商家看到这样的一个网站 可能也不会想要参与了 另外也很难可以吸引用户去使用这个商城 不过目前Pi链商城支持Pi有发布自己的新品或闲置物品 线上服务等 旨在于希望大家参与其中 从而促进Pi的流通 在持续的抑惑中支持Pi的价值 小轩我也相信在后期Pi链官方一定会去处理的 那这就是关于这个Pi链商城的里面的一些东西 其实Pi链商城还有很多东西要去处理的 比如说买卖东西会不会给别人发货 还有买卖东西付款的时候 出现一些问题能不能把它解决掉等等的 而且也希望下一次Pi链商城有足够的能力或者说技术 来防御下一次Didas攻击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用户们可能想知道的两个问题 第一 如何跟商品的卖家联系 大家可能会对商品有一些疑问 想问卖家一些问题该如何呢 我们只需要点击这里的这个按钮 就可以跟卖家联系了 第二 Pi链商城什么时候支持跨境交易 随时 只要卖家愿意 卖家上架的时候 可选择出售地点 那么来购库买商城或者Pi链商城比较好呢 小轩我个人认为 来购库买商城和Pi链商城都是为Pi赋能 可以的话我们都应该去支持这两个商城的 现在第一阶段是以检验网络稳定性和测试为主 开放式后就是爆发式崛起 开放式才是真正的起点 在这个时候一个天时地利与人和的时机成熟 各种超级生态将迅速依托源代码进行二次开发 然后与主网完成对接 总之 凡事开头难 商城或者哪里有做的大家认为不满意的地方 社区应该学会包容 因为每个生态开发者都在烧钱赋能 都不容易 最后小轩我在这里感谢那些为Pi赋能的开发者 商家和派友们 那今天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了 派友们 我们大家一起继续加油哦 我是小轩 谢谢大家的支持哦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